我們最新的開票進度 我們現在的現場呢 就是在這個民進黨的候選人 李俊一的競選總部前方 可以看到呢 時間越來越晚呢 許多的支持者也是不為這個低溫寒流 來到現場要來幫李俊一來加油 大家是坐在這個電視牆的前方呢 只盯著這個電視螢幕上的這個開票的過程 而目前為止的開票進度呢 黃敏慧都還是持續領先李俊一 但是呢 全市總共有193個投開票所 也才剛開始開票 李俊有沒有可能藍天變綠地呢 都還是十分的有希望的 而李俊本人其實在三點左右 他就已經先來到了競選總部 針對於目前的一個狀況 他也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其實選舉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目前的這個態度都是比較輕鬆的 而大家就關心這個投票率的部分 他也說呢 其實這個結果在待會很快就會來出爐 而根據這個嘉義市選委會的統計呢 目前為止呢 全市的這個投票人數大概是 二十億萬四千一百三十票 而這一次的投票率呢 是達到了四成三 也就是大概是九萬兩千票左右 在一百九十三個投開票所同步在開票的過程呢 其實結果很快就會來出爐 可以看到呢 時間越來越晚 知識者也是劇集越來越多 再待會呢 李俊一也會出來跟大家來談話 以上就是在李俊一的競選總部前方 為大家掌握的情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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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